封神榜上的八部正神 四步雷 火 温 斗 下四步群星烈宿 三山五岳 步雨星云 善恶之神 字面上可以看得出来的是 封神榜上的诸神被归入八个部门之中 如果把天庭比作一个集团 那么封神榜上的这八个部门就是集团的每个组成部分 部门所辖领域不同 所担工作不同 可想而知就会有高下之分 大小之别 话说管后勤能和管人力的相提并论吗 按照江子牙封神的顺序 八部正神中首先被分封的是雷部 雷部部长是文仲文太师 文太师是个很了不得的人物 他跟着精灵圣母在庇佑宫修道 仅用五十年时间就修的三花巨顶武器朝圆 成为登陆大罗的一名神仙 封神世界里 大罗神仙是脱离了低级区位的炼气式群体 只有到了这个层次才有了正道入圣的的可能性 虽然这种可能微乎极微 却也不可否认大罗神仙的道横 否则文太师区区一个三代结教弟子 凭啥获得师叔师伯们一致的道兄之称 当然文太师之所以获得尊重 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在于 他在殷商的太师之位 有他本人地位权利的加持 毕竟在当时的封神世界 大部分炼气士还混居在人间 本质上存留着人目强的思维形态 文太师麾下有二十四名天君 他们分别是文太师的徒弟于庆 吉利 文太师在黄花山所说的邓钟 新桓 张杰 桃荣 接敖岛请出山 来帮助他争扒西齐的秦婉等十天君 还有就是汉之仙 以及其他万仙镇中镇亡的几位结教弟子 于庆和吉利二人 随文太师南征北战 除了伺候文太师之外 还在文太师束手无策时为他出谋划策 如九龙岛四圣 如今敖岛十天君 如赵公明等人 都是因徒弟的提醒 才有文太师想起的请他们援手 邓新张桃四伟 本来在黄花山落草为寇的 他们被文太师收服后 就跟着文太师了 至于汉之仙 他是和吉敖岛 十天君一块下山来帮文太师的 其所怀伐宝风带 大约就是以后成为助风神的原因 火部是紧随雷部之后受风的 火部部门领导是罗轩 所谓赤宝丹 天降一人 浑身上下裂烟熏 离宫炼就非凡品 南极熬成炯出群 火龙岛内修真性 艳阳生高气四云 纯阳自食三味火 裂十分金恶杀神 从罗轩的诗中就可以看出 他从里到外都透着火气 罗轩这个人 如果放在现在的玄幻小说 必然是最纯净的极品火灵根 是风靡一时的天之骄子 当然 在《风神世界》里的罗轩 也非常不简单 说他是玩火的祖宗都不为过 他自己浑身上下赤红一片不说 连坐骑都也是火属性的赤燕鞠 当然 他所有的法宝 也都是喷火散烟的火系法宝 罗轩被称燕中仙 果然名不虚传 他被封南方三气火得星君正神 也是众望所归 罗轩麾下有五位正神 他们分别是 朱雾 高震 方贵 王娇 刘环 其中 朱高芳王四人 本属二十八星秀 一围围火虎 二围是火珠 三围滋火猴 四围一火蛇 从名字可以看出 他们也都是玩火的 二十八星宿在《风神大战》中 只出场一次 就是在万仙镇一战 可惜没表现的机会 救命丧朱仙四剑之下了 再说刘环 《风神》中 刘环是九龙岛练气士 和罗轩关系莫逆 在罗轩受深宫暴之邀来 西齐帮助阴交时 他给刘环捎了信 让刘环助他一臂之力 后来 罗轩火焚西齐城的时候 就是和刘环一块干的 所以 刘环也是火系练气士 物以类聚吗 不是 介绍完火部 接着来说温部 温部部门领导是吕月 旗下有六位正神 他们分别是吕月师弟陈庚 吕月的好友李平 以及吕月的四个徒弟周信 李奇 朱天麟 杨文辉 其中 陈庚和李平 都是在温皇镇中 被杨任用 五火七秦山山成飞辉的 唯一不同的是 李庚是帮助吕月 布置温皇镇的 李平呢 则是前来 劝吕月解散温皇镇 让他从哪来的回哪去 不要继续 再和江子 牙为敌的 陈庚和李平 虽然初衷不同 可结局却是一样 封神后呢 也是分属为吕月麾下 且还是专门和吕月反着干的那种 所谓劝善和和温 说的不就是尽见的活吗 说起来还真是有点小魔幻 至于吕月的四个徒弟 他们当然是师有命 赵碧英落 隋温布之后的是斗布 斗布领导 是金陵圣母 金陵圣母本人非常牛 他是为一个 被原始天尊赞誉道德以权的人 何为道德以权呢 字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道德完备 以达圣人标准 金陵圣母不仅个人道横高深 他教徒弟也非常厉害 像文仲文太师 五十年登陆大罗 还有蓬来遗弃仙渔园 竟是已经修成了仙体 斗布组成人员是最多的 组成部分也是最复杂的 其中既有东 西 南 北 中五斗星君这样 各个都手握实权的新官 如负责天下 学辞命运的文曲星笔干 都统天下五人石韵的 五曲星斗荣 甚至还有中天北极 此为大帝博弈考 博弈考生前为文王嫡子 顺为继承人的不二人选 文王每次召歌朝贡 都是让博弈考留守 并组织朝政 完全是把博弈考 当作太子培养的 话说什么样的人 能脱生为太子 那必然是天上下凡力竭的 神仙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博弈考毫无战功 却能高居大帝神位的解释 而除此之外 还有各路群星 如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 太阴星 太阳星 红鸾星 天玺星等 以及二十八秀 三十六天刚 七十二地煞 并还有八万四千群星恶煞等 西都属于金灵圣母麾下 所谓坐镇豆腐 居周天列宿之首 为北极紫器之尊 永坐砍弓 豆母正神之职 斗布的组成 已经如此庞大 离谱的是 斗布竟还将其他的一个部门合并其中 这个部门就是水部 水部部长是鲁雄 我们看鲁雄 神位的全称 北斗武器水德星君吉士说 水部挂靠在五斗群星下面的北斗科士 和比干豆容他们 是狄亲的同事 水部之后是太岁部 太岁部部长是阴娇 就是那个头顶冒出红光 阻拦女娲娘娘 对昼王的追杀后 昼王在打击的谷媚下 将他母亲虐杀致死 又派兵马将他绑到五门行刑 结果被广城子 所救的前殷商太子 殷娇 博义考也是太子 相比较博义考 殷娇的命运可悲惨多了 在事实 他没能当上天子 死后封神 被封了太岁部 直年岁军太岁之神 也是掌管某一领域的领导者 殷娇下 有13名工作人员 分别是 有甲子太岁之神杨润 以及方毕 方向 寒独龙 薛厄虎等 分别负责日夜巡游和开路 险道等工作 随着殷娇听罢封号 叩守谢恩出谈而去 财神部部长赵公明 在百剑用引魂帆的指引下 带着麾下四位财神 来到了江子崖面前 赵公明是天地所生 按现在的说法 他属于先天生灵 所以在修行一道上 所占的优势巨大 当然 寿远也更长 经历了末长的混沌世界 又在盘古神开天后 见识了人类的诞生 以及不断繁衍生息的发展中 赵公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倦 所谓混沌修来不济年 日复一日地重复修到生涯 赵公明累了 所以他一看到文太师来请 当时心里就热开了花 千万年下来 人间的生活 他还没享受过呢 于是很痛快的 赵公明就下山去了西齐 结果就被送上了封神堡 赵公明被封的神位 是金龙如意正义龙虎悬坛 真君之神 认真讲起来 其实和财神无关 可架不住他麾下四位正神 一约招宝 一约纳真 一约招财 一约立士 在四位财神的衬托下 赵公明显然是大财神无疑 相比较以上各部门 豆部的存在感是较弱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老如想 可能是因为豆部部长于化龙 在封神世界里的表现 给人的印象 并不是那么深刻的缘故 豆部被于化龙一家人给承包了 其麾下五方主斗正神 分别是他的五个儿子 话说于化龙镇守同关时 见儿子们先后被江子牙斩杀 自己受不住刺激坠下城墙 自尽了 没承享封神后 他们全家人仍旧被分在了一起 对他们来说 这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以上 雷部 火部 温部 斗部 水部 太岁部 财神部 豆部 就是封神榜上所说的八部 那么八部正神当中 谁的地位最高 谁的权力最大呢 毫无疑问 斗部金灵圣母的地位 是最高的 话说 连不依考这位中天北极紫卫大帝 都受命于他 更何况其他人 要知道在天庭 中天北极紫卫大帝 可是和玉皇大帝 并称为六玉之一的存在 换而言之就是说 连玉帝都要对金灵圣母恭敬有加 金灵圣母的地位 在八部之中 是超然存在的 不管是只属于他麾下的水部部长鲁雄 还是其他各部门 见了金灵圣母 都是得直立相见的 地位当然是权力的象征 可有时 权力和地位并不相等 八部正神中 除鲁雄外 其他各部门的权力 都是相对集中的 如在崔云柱语上 雷部说了算 谁会发财 财神部说一不二 谁犯太岁要倒霉 在太岁部的态度 就连存在感最低的豆部 在人间实证方面 也是被赋予任耳施行之权 八部各部门相互独立 在自己所负责的领域 都是独裁者 金灵圣母虽然地位比他们高 可也无权干涉他们的事物 但虽然如此 他们也不能做到 真正意义上的任耳施行 因为在他们之上 有天庭清规赫赫显微 在这里 感谢观看